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数是报收25400点 澳洲指数今天也是开盘下跌 那么昨天的黄金就是价格上涨的幅度比较高 已经是突破了1500美金 现在是1528美金 澳元对美元早上11点半公布的就业率数据不错 涨了30个点 从0.6750涨到0.6780附近 然后比特币昨天价格也是下跌的 目前爆价是1万点出头 美国原油昨天加上英国原油 WTI都是在下跌的 下跌最高是接近5% 目前爆价是54.74元左右 那么昨天我们看到的是 全球股市突发的恐慌性的抛盘是非常严重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两方面 一个是英国的国债收益率下滑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两年和十年的 一个国债远期收益率倒挂 那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 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看到的很明显 就是股票遭受了大量的一个炮盘恐慌性的下跌 跌幅呢 超过800点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预示了机构对未来经济 美国和欧洲的经济非常不看好 那么甚至呢波及到了我们在澳洲 在中国甚至香港的这个地区的这些股票市场 都纷纷下跌 我们看到的是昨天呢英国的这个20年国债收益率呢 跌到了0.9% 日跌幅呢是超过7个基点 美国呢总统特朗普昨天也是继续炮击炮轰这个美联储 说美联储呢降息的速度太慢了 而美国的国债呢整个国家的债务啊 增加速度是以往的超过了以往的这个速度 目前应该是在加速状态 债务水平呢创下历史新高 那么9月降息的概率呢 因此也就大幅增加上升到81%附近 所以呢如果之后各国央行继续降息 那么继续刺激经济的增长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啊 降息之后呢反而加剧了市场的一个 对未来经济不看好的一个预期 因为降息之后经济上涨 那么中间会存在大概半年到一年的一个拐点 这个拐点目前很明显还没有来 因此呢在股票投资领域我们之前一直强调 左手股票右手是黄金或者是避险的一些产品 那么这样的一个投资组合呢 在现在的一个市场经济环境里面 就相对的更加平稳 很多人呢也许说啊投资投多少钱 其实呢如果是资金比较少的话 一万两万呢 它很难做到一个资产的portfolio平衡 因为我们如果是要买一些避险资产的话 不管是黄金还是黄金的股票 甚至是日元这些 那么最终呢啊这份资金呢可能占到我们资产的一半 那么生活下降的一半呢 就是买一些啊逢低买入一些科技股票 比方说像我本人AMP是一块八就买入了 那么今天受到了一些影响 但是呢总体来讲的话价格还是在一块八以上 所以说逢低抄底一些澳洲的优质股票 或者是资产价值基本上约等于目前股价的一些股票 那么这一类的资产呢可能就已经是几万块钱了 那么两者加在一起呢 我们如果是想做一个非常分散的投资和三五万以上 还是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在国内炒股啊 基本上也是三五万人民币起头的 所以呢现在啊我们说还有一个指标呢 就是石油 石油方面呢也能提前够预判经济未来的一个预期走势 昨天呢石油两边石油价格纷纷下跌 接近百分之四点几甚至接近到五 那么石油呢如果是持续下跌的话 就预示了大家未来对这个啊 我们说的是这种工业品啊 工业品的这个需求就会下降 所以呢世界经济不景气的一个预期啊 油价还会继续承压 所以呢如果是大家要抄底原油的话 GoMarket呢是有一种啊就UKO USD这样的一个标志符号 这样的原油呢啊是英国上市交易的 伦敦在伦敦交易 那么他呢每天持有多单呢是有少量的一个仓息 能够降低我们目前的持仓成本 所以呢啊选择投资产品的重要性 也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 另外呢我们啊可以看到的就是19年初啊 我们一直在推荐的黄金当时呢其实是说的是一个康波周期的理论 60年呢人类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尾声啊大的周期环境 现在呢除非是有新的技术革命出来刺激新的经济增长 那么目前国家之间是以负债和降息为驱动力推动经济增长 但是这个模式在我们说信息化时代 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末期 整体的一个社会生产力很难再激发出来新的动力了 很多行业里面基本上互联网已经渗透到了根上了 所以说如果是再想扩大本行业的一个潜在消费力释放出来 还是需要有更新的一个技术突破 那么康波周期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 60年30年20年10年啊 由大到小前深入前出的给我们讲解了 经济周期的一个对金融环境的一个效用 另外呢我们周日呢是有一个讲座 在格伦威布雷诺娃跳酒店 是11点半大家有时间可以参加 我们和一家搞装修的一起做这个活动 给大家推荐一些 那么现在房产也不是很景气 这种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些装修的方式 来增加我们房产的价值 报名电话呢就是03-8658-0603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